Hello, Hello, 歡迎來到今天的獨讀報紙 全傳萬聯 今天和昨天一樣 都是在萬聯新聞一分鐘這個台 一直和大家直播 有二十幾位朋友和我一起 做這個獨讀報紙前轉轉萬聯 其實我幾喜歡一直直播一直錄 為什麼呢? 有時說錯話 直播的朋友可以立即糾正我 和給我一些正確的資訊 這個是非常正的 因為有時都會說錯話 也不是有時 也挺經常的 有時會說錯話 OK 好了 今天第一單 這個獨讀報紙全傳萬聯 就是在說馬達 馬達說什麼呢? 今晚也起碼有兩單事 馬達就說 他覺得最特別的年輕人 在萬聯他是誰呢? 原來不是就是他 他的好拍檔 說真的 這位球員離開了 賣聯了 Harrera 阿奶奶 之後呢 說真的 他在PSC 也是一般的發展 不過不要緊 他 起碼在人工方面 他真的會找到一個不錯的人工 也是一件好事 原來馬達和夏里拉 都是覺得 福仔真是令他們刮目相看 他說 第一個年輕人來到賣聯之後 當然是福仔 他就說 每個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很特別的球員 我亦都說 第一次訓練的時候 他來到和我們一隊 令到我們的感覺非常之特別 這個是當時雲高爾做領隊 訓練之後 我們有些小遊戲玩 他就打右手邊 那樣東西都差不多結束的時候 夏里拉就走來跟我說 你見不見到這個球員 這麼厲害 他肯定會成為 我們 將來的重要球員 所以夏里拉是一開始 一看到福仔就知道 一個訓練 就已經知道這個人 福仔並非像中脈 這樣 然後 之後 福仔亦都很努力 一開始他上一隊和我們訓練 然後地標戰 大家也記得 原來他訓練的時候已經很快入球了 他已經入了很多球 除了和萬聯之外 他亦都幫英格蘭入了很多球 所以他和夏里拉兩個都一致認定 福仔是這個 清奮上來的一個非常之厲害的球員 既然說到全傳萬聯 怎能夠沒有這個傳聞呢 這個就說 立即是來署的 Jack Grealish 原來 啟章兄很少在這個直播出現 否則又跟奧華頓有關 昨天就說 連吉特有機會去奧華頓 今天就不是了 今天就說 埃華頓有機會和萬聯爭爭這個Jack Grealish 還有他有一個Football Insider的媒體 說埃華頓會挑戰萬聯 想簽Jack Grealish 但是 他說為什麼呢 這個是阿士東維拉 的隊長 有報道 想可能有機會去Grealish 我們即管看看是怎樣 老實說 埃華頓 自從 安細諾提組領隊之後 的確在一些傳聞方面 是多了很多消息的 究竟是否真的會跟我們爭取的Jack Grealish 絕對有可能的 因為他們現在都想大展拳腳 老實說 他們 那個版主是有些錢的 會不會又好像我 所說 好像萬聯那樣想大展拳腳呢 在這個 非常時期 不過有一點要提提 無雷萬聯或者愛華頓 都要留意 那個叫做FFP的問題 因為其實愛華頓 我記得跟我老朋友 方包 經常說的時候 他們都幾多高薪的球員 之前簽下的 所以FFP那裏 他們都要小心 跟我們也有些 類似 所以為什麼 Sousheta那麼緊張清人呢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如果你不清走一些 你不用 但有高薪的 情況的話 那就 有機會有FFP問題 阿漢說期待福仔和英格蘭 胡特 Greenwood 和英格蘭前鋒合作 絕對有機會 接著是斯朗和 布諾菲蘭迪斯 那麼 斯朗和 布諾菲蘭迪斯 其實真的挺友善的 他們就算 在IG 都 經常有些溝通 除了他們 在葡萄牙國家隊之外 他們說什麼呢 這次就是一個 Instagram的挑戰 兩個人 做了一個 Corecrusher 應該如果沒有搞錯 他們就 躺在那裏 雙手雙腳舉高 做一個 用一個 訓練腰力的動作 Corecrusher 做了 45秒裏 做了142下 萬聯的中場 布諾菲蘭迪斯 亦都是 嘗試做這件事 做到117下 然後 寫給斯朗 看 星期日來講也算不錯 但 斯朗 不同意 他說 他說 你不要訓練腹肌 你訓練你的手 我想他們兩個都很友善 所以說笑 大家都知道 斯朗 什麼都喜歡 所以 大家都明白到了 你跟他作為葡萄牙的隊友 我猜你 C朗本身真是符合 都差多少 因為C朗是142 他只有117 還有 C朗也是要讓他贏 我不是說 本土法蘭迪斯 讓他 不過 C朗真是符合 一個前線球員 不是像以前那樣 喜歡自己去 自己去 所以 如果斯朗真的回來 就要看看 我們的輸送是否足夠 如果我們的輸送是改善了 比較多的球運到禁區 那斯朗回來可能真的有用 但如果好像現在 我們的輸送是不足夠的話 我想斯朗回來的用途是小了一點 OK 我看到現場的觀眾 很多朋友 覺得都未必 維拉周伯侯未必是一定來的 我看到有朋友 Kenneth說 沙烏尼古斯可能更好 不過沙烏尼古斯 就比 維拉周伯侯更難買回來的 應該 有朋友說 如果寶寶不走 就很難 另外 Roy這樣說 Max就說 愛華頓也不差 Dominic Cavalluin 和Richalisa 兩人都很適合 是的 不過 說真的 我估計 愛華頓的班主 Massuri是想大展圓的 不過看看 他們的發展是怎樣的 始終我和 方包都很友善 所以 我都希望愛華頓 是不提升的 因為 大家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我講 其實 我都是一線之差的 因為我 開始看球的時候 是因為捉獎盃 其實我看那一屆 剛剛是 萬元贏 我也是比萬元的精神感動 但是 方包 遲了一屆看 他就看了愛華頓 贏那一屆 所以一直支持愛華頓 到現在 有時候 真的很難說 而且 80年代 其實愛華頓 真的很厲害 和利物浦 一直都爭 聯賽冠軍 也經常入獎盃 是後期的 所以其實愛華頓當時來說 真是不錯的 所以有時候 就因緣際遇 就是看球的 好,下一個 看看 是Rafael 我們昨天投2號 Rafael也有份 給大家提名 和投票 好色啦 贏的就不是他了 下星期一次過公佈了 所有10個名單 現在投3號 大家投了一秒 未投就記得 一間投了 Rafael 他就說 原來他很喜歡 我們的雲比沙卡 和阿費爾特 他就說 我很喜歡雲比沙卡 在官網上 當他踢的時候 他的 想法 心理上的質素 我覺得 在萬聯 現在來說 心理質素也很重要 雲比沙卡就是一個非常有心理質素的人 還有這件事很重要 其實我們近來經常聽很多不同的 明叔 或者現在踢的球員 都經常說 He wants to win 要贏 要贏 這個心態 在萬聯 其實早幾年 我們看到 這個想法是不夠強的 很多時候 記得嗎 有很多球員都在中間猜猜猜猜猜 我自己覺得 其實我又不知道會不會怪錯了雲高爾 其實這件事 跟雲高爾有些關係 因為當時 我很記得 有一個很有名的說法 雲高爾最重要是你不要失去球 總之你把球交給自己的隊友 你就不會被人罵了 如果你嘗試去做一些進攻 而因為這樣失去球的話 就會被人訓話 不知道是否因為 其實都是兩年而已 沒理由 因為這樣而根深替鼓 所以我自己覺得 未必是 完全關係 但可能始終也有些影響 然後 他說王比塞卡是很想贏 每一個球都想搶到 這個心態非常好 他亦都為了球 球會而戰 這個很重要 另外他亦都覺得 阿Fresh 不是我們這裡的阿Fresh 是阿Fresh 巴西球員阿Fresh 他說 他同鄉 阿Rafael也是巴西人 他說 之前很多人說他不可以 但是他很喜歡現在 他正在做的事 這個亦都是關心態 關係 他亦都是扭轉了整個局勢 所以 他可以是我們 針戒萬聯最好的球員 有機會 如果要選的話 他絕對有機會 我們亦都見到 阿Rafael覺得 我都知道 他是一個 很重要 或者是踢到萬聯的球員 OK 好了 下一單就是 樂河 他不是外借了 Astor Diartis 他自己的舞會 現在 可能會再 延長 他的外借 因為 Fever 說了 因為現在的停賽 特別事件 可能會借來一點 說真的 我都忘記了 樂河什麼時候完約了 但是 他在阿根廷那邊 他也很開心 而阿根廷又可以支付他部分的人工 也不錯的一件事 根據這個阿根廷報紙 Infosair Zill 就說他們可能會 逐者 逐多一點時間 我覺得 我就歡迎 希望樂河 都可以多一點球 踢 我看見阿根廷和阿仙奴都一樣 都是中場出事 其實說真的 現在 中場 我覺得 無論是哪一隊球隊 組織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時間去磨才能得到 例如我們曼聯 我們的中場 其實都是要一段時間 有個穩定了 的拍檔 或者穩定了的人選 才可以猜到默契 再加上要跟前場 去做一個默契 真的需要多少的時間 尤其是 這個就看教練或者領導的功力 但是 我覺得時間是走不掉的 每一隊球隊 就算你看高寶 或者那些奧拉基球隊 他們的中場都需要一段時間 去磨合才能找到 好的東西回來 我當然希望曼聯 就快一點 看看阿仙奴和愛華頓 又做得如何 因為老實說 如果純粹說 領隊的經驗 反而愛華頓是最厲害的 因為安查洛提 是一個很出色的領隊 荒包就算一直都是 我朋友 對他有個懷疑的心態 要看清楚一點 但安查洛提真的能做到一點 而我們和阿仙奴就有些類似 相對來說 領隊的經驗是少一點 當然我們 蘇西塔的經驗還是多 亞迪達 亞迪達始終第一次做正式領隊 一隊 一隊的領隊 但是 我又覺得 給一些機會 年輕一點的人去做 無論是球員或是領隊 我都是經常鼓勵的 所以 我覺得還是儘管看一看 好 然後 廢Sir也出聲 因為我們 捐了很多東西 去NHS 他亦出來 眨重 英國那邊的衛生部門 NHS 他說 我們 非常之 注視 或者非常之 覺得 他們做了很好的 他亦自己 因為早兩年有病 我自己兩年前已經經歷過 有這個經驗 他們真的做得很好的 他們今次這個特別的事件 他們的回應 亦都是非常之出色 令到我引以為傲 亦都 覺得代表曼聯 或者代表英國人 是要 很感謝他們 贊重他們 亦都希望大家 可以一起去 共渡這個難關 大家都 覺得 你明白嗎 廢Sir 他說的話 真的有些地位 就算是英國 所以 我想他都很想 大家可以快點 過了這個難關 另外又有些 全全幻聯的 情況 這位球員是誰呢 我都不認識的 我剛才看了 因為我看了一下 就是昆赤伯流浪的易峰 他就選擇了不來曼聯的 他的名字叫做 Bright Jose Samuel 他就說原來他的家人 影響到他 年輕的時候沒有來到曼聯的 他說 John McNabb 想我去曼聯的踢 但是他亦都 跟黑池 Blackpool的教練 聊過 他就說 在一個 independent的訪問 他就說 我跟父母說 他們說 對於他來說 在黑池這個球會 成功的機會大一點 所以 我的父母就幫我做了這個決定 因為我很想踢球 我不管在哪裏踢都好 我最重要是可以踢 我之前一直都沒有試過接受正統的訓練 但是我願意犧牲任何東西 多個機會來的時候 我就會去把握 這個球員的心態上 聽他這樣說的話 這些心態的球員 萬元應該要留意多一點 當然啦 我們一定要確保他的技術有上下的時候 這個球員的心態 似乎都是不錯 因為他很喜歡踢球 無論在哪裏 他都很想踢 這些心態 我覺得 如果我們要選球員 是一些 基本功 基本功 我覺得是最基本的要求 OK Max對阿迪達很有信心 他就說阿迪達在阿千奴 或者他本身教練的經驗比較少 但是為阿千奴帶了很多改變 的確是的 因為始終他本身 因為我也聽過一些關於阿迪達的消息 或者一些資訊 他本身 出來做球員的時候 已經是很喜歡研究足球的 其實這件事跟蘇斯卡查也有點相似 這兩件事是兩個共通點 所以他現在就把他實行 蘇斯卡查也是一樣 最重要是他們的概念 或者他們的理念 可不可以在現實的比賽裏面 還要在 無論是阿仙奴或者萬聯 都是一間相當大的球會 那裏做不做到呢 這個就真的 要大家留意一下 OK 我看到V6Cyfer就說了 說新領隊 怎可以不說林伯特呢 沒錯 現在無論是車路士 阿仙奴 甚至乎萬聯 他們都是用一些 相對他們的球會 的資源來講 比較新的領隊 我自己覺得我就很欣賞 說真的 他就說他帶得不錯 V6Cyfer就說 林伯特 臨場發揮有時還比蘇比好 蘇比要向他借的 同意 不過其實蘇比有很多想法 尤其是當你慢慢慢慢 例如現在 這段時間我起碼看了他兩至三個訪問 他就真的有機會說多一點 他心裏面的想法 我們對他認識了一點 這三個球員 其實這三個球員 這三個人 做球員的時候已經會做教練 因為蘇斯一查 我們經常都聽了 他做後備的時候 坐在板凳的時候 不是坐在板凳的 已經不停在研究 如果我要怎樣踢才能做到呢 還有剛剛昨天 我和大家分享的 他和加利利維尼 聊天的訪問 其實後期 我昨天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沒有再和大家分享 正正又是說了很多 加利利維尼說了 蘇斯一查就是 天天都打算足球 天天都打算 怎樣可以用好的戰術去贏球的人 所以他就適合做領隊 加利利維尼說自己就做不到 阿迪達也是一個類似 林伯特除了這個特性之外 還有更多一件事 林伯特的很多 包括他爸爸 他不知阿叔還是什麼 他很多親戚都是做領隊 即是足球界的 所以他本身就是一個足球世家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 一個非常適合做領隊的背景 Max就說了 他主場已經不太好 不過不是 近排好了 林庭賽之前 他的主場已經好了 初初真的不變 還有 Max就說了還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這三個教練 都很肯用年輕人 同意的 好 先看看 這裏就說Decanio 不知道大家認識Decanio 其實他真的是一個挺好的前鋒 還有 這個球員 現在做了領隊 已經是 年紀很大 不是說很大 年紀已經是踢完球一段時間 但做領隊也算是 不算是年紀很大 退役了 這個球員Decanio的心態 又是非常好 這件事我都忘記了 原來 Fay Sir是真的想簽 他就說 由於 他之前對曼聯的時候 入了一兩球很重要的入球 所以原來Fay Sir當然也對他有興趣 在2011年的聖誕節那天 他就收到一個電話 Decanio Decanio 他說 我最初以為是搞笑的 以為是有人弄估我 我以為這是我意大利有個朋友打來弄估我 我都覺得有些 真是 猜不到 令到你會想 你會不會低估自己呢 萬聯有興趣簽你 你會不會比自己的心理想法強勁呢 萬聯啊 打來想嘗試簽我 但是 他說那一刻 當Decanio知道萬聯 打來找我 即是找他簽他的時候 其實 他就覺得 很開心 覺得自己遠慮這麼厲害 他說 但是他當時 為什麼會遠距了Fay Sir呢 他說 他當時真的多謝了他超過一千次 但是他就真的不能夠轉會 為什麼呢 他說 韋思咸對於他來說是一個 好像家人那樣 在他的 職業生涯裏面最差的時候 韋思咸幫助他 當時他就是韋思咸的隊長 所以他說 因為這樣 我真的不能夠過來萬聯 遠距了Fay Sir Fay Sir 都答得很好 Decanio 我尊重你的 我喜歡那些球員 就是他們的個性或性格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所以 你現在做的事 真的 跟我想你 是一樣 所以我很尊重你 最後他也真的留下了在韋思咸 但是他完全沒有後悔 就算 之後 萬聯的成績越來越好 又贏歐聯 但是我呢 他說他 Decanio 4年半 在韋思咸 都沒有後悔過 雖然他沒有 結果沒有接受到邀請 但是他一點都沒有後悔 因為始終 Decanio 你其實之後見到他做領隊也是 他也是一個很有情有義的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他好像 他有沒有教過英超 我不記得了 但我也挺肯定 他在英冠 教了很多隊 那些球員 都很喜歡他 我看了很多新聞 或者聽一些報告 說Decanio 他後來做了領隊之後 其實他真的 做得很好 當然他未必是一個頂級的領隊 但是他這個有情有義 這方面的事 真的出名了 其實我也忘記了當時的廢水 有傳聞說 想簽他 這個是事實 他自己說得出來 他不會露作 這些 這個也是你見到 Fay Sir 一個很重要的事 亦都想趁機在這裏 我早兩天 聽了一件事 亦都想跟各位 萬民分享 賣 這個就不是 這個 萬聖斯特 Evening News 就是有位前線球員 和 Alan Shearer 舒里亞做拍檔 那年 布利班流浪贏 英超 雙字頭 那時 和Alan Shearer做拍檔 那位球員 大家記不記得他叫什麼名字 布利班流浪贏英超 我現在開估 就是Chris Sutton 大家記不記得 他那年 和Shearer在一起 贏了英超 然後他去了蘇超發展 他之前也踢過車道士 原來 剛剛 布利班流浪贏英超之後 那一屆 萬聖也有留意過他 他現在就說出來 原來 他自己也不知道 後來他認識 萬聖的其中一位職員 剛才知道萬聖真的有想過簽他 他就說萬聖人是怎樣 他會派一個類似私家偵探的人 他說當時 萬聖的職員 他本身是做私家偵探的職員 就跟了他兩個星期 看了他的私生活 究竟是有沒有檢點 結果 當然他就說 費Sir沒有叫過他 最後沒有找他加盟 但是他估計 他估計 應該就是 球技上高可能真的不夠 好了我懷疑 那時候布利班流浪贏英超 可能就一次過 看看Alan Shearer和Chris Sutton 這兩位前線球員 看看有沒有誰是適合合用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 費Sir真的有去找Alan Shearer 但因為42碼的問題 他沒有來 原來同時也有 研究一下找不找Chris Sutton 不過他就說 那個職員後來出了一本書 說他的萬聖的生涯 他就有提到Chris Sutton 他說 他說那兩個星期跟著Chris Sutton 就發覺這個人的私生活 真的是很檢點 所以在私生活那裡沒有問題 所以Chris Sutton就認定了 萬联當時沒有找他 就因為應該是球技上高 就不是私生活 可想而知 大家也看到這些 我不知道 現在萬联如果要簽人 會不會做同樣的事 但是你可以看到 從這件小事 看到 其實萬联簽人 以前 尤其是輝瑞的年代 是很著重你的人 是一個什麼人 如果你是一個比較 Farfit的人 其實他根本不會簽你的 不過說真的 如果有些朋友 清睡的時候 已經在那裡 可能管不了 但是如果是簽人的話 他們真的 好看你的人 我現在看過 蘇斯克雜都是有類似的 你都聽到他說 很多時候簽人都說 其實他的性格 是他第一樣 看他的 你隨便多好 你性格不好的話 基本上 簽了你回來也沒有用 這個我自己 很認同 蘇斯克雜 亦都因為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我覺得 就算 他不做我們的領隊 都很適合 幫忙找球員回來 的職位 甚至乎 在管理層上 一個主要的 參與 找人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我很喜歡蘇斯克雜 OK OK 接著這兩個 又是Jack Grealish 又是Madison 什麼料子 Rex Brown Rex Brown 經常都接受了訪問 原來是官網訪問 MUTV 他很想邁聯簽到 Jayden Sandro James Madison 和Jack Grealish 說真的 你說那些全部都是大熱 說真的 這三個都不是簽就簽 他排名 第一個想簽是Jack Grealish 然後是James Madison 但是Jack Grealish 他覺得也是可以的 他說如果三個 是第一個來到 他都很開心 真的 Rex Brown 跟我們很多的賣迷都很相似 現在就說完最後這一單 就是 複素 文沙 文沙 說真的 我們都討論過了 其實 又比較上 這陣子 傷得多了 這陣子 其實他本身來說 他最初 彈起的時候 我想包括我 很多萬米 都覺得 這個球員 不錯 又可以幾個位都踢到 還有 防守力 是挺強的 最初 但是 現在來說 他近幾年 雖然傷得實在太多 所以 萬元 剛剛踢著了 一年的自動續約條款 文沙 說著說著 已經22歲了 原本 今個 球季 完結完約 萬磁斯特晚寶 根據他們的理解 萬元就會踢著 一年的自動續約條款 說真的 你問我 看個小 球會都是為了 留多他一年 看看會不會 幫他搞到轉會 我看樣子 他還代表萬元的機會 不大 但是我想說一點 這一類型的情況 始終他22歲 有很多變數 所以 我自己覺得 我現在這一刻 這一年的續約 純粹為了 賣走他 我也希望 他慢慢打起 我是看錯的 有時 我客觀地去看一件事 就是這樣看 但是我也希望 自己會錯 但是文沙這單 我自己覺得 挺困難的 儘管看看文沙會不會 令到大巴跌眼鏡 我自己很希望自己跌眼鏡 因為 他初出道的時候 我覺得真是挺好的一個球員 另外除了說文沙 當然要說道安沙比 這兩位球員 都有點相似 雙環也比較多 但是道安沙比 比文沙好一點 道安沙比 去年外借的時候 其實也踢得挺足的 他去年就是踢維拉 其實去年踢得挺足的 但是今年一上到來 一回來 就又受傷 都是有點不太 不太 努力 希望 無論是福素文沙 或者道安沙比 這兩位球員 都可以 好運一點 希望 不要再受傷 還困擾 如果他們倆 都會有穩定一點 出場 的上陣機會 我仍然都相信 他們是有實力挑戰 就是一隊的位置 儘管看看 我現在從客觀的角度 不是太樂觀 但是我當然希望自己的眼鏡 希望他們兩個努力 和好運一點 這單也要說 差點忘記了 我們就在史雲斯 簽到Daniel James 回來 原來 我們現在又說 對於他們另外一個球員 就有興趣 Wells Online 的媒體就說 這個22歲 的中堅 應該是Rodon 22號的球員 對不起 他22歲又穿 22號的球員 只有2000萬磅 他和Daniel James 是 之前史雲斯的隊友 也是威爾斯國家隊的隊友 很明顯 我想大家都猜 這個朗頓行不行呢 當然要 我們又近城王廟 當然要求回好籤 看看傑斯怎麼說 會不會傑斯都覺得 這個也可以 看看 因為 我們現在 我也同意坊間一個說法 中堅 不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位置 要買到人 但是 好像我剛才所說 無論是 杜安沙比 或者 複素文沙 都是一些年輕 但又有能力 去挑戰的球員 但是兩個都這麼多傷患 其實就令到我們的接班是有點害怕的 大家想想 我們現在有麥加拉 當然 壯年 還有蓮德洛夫 但是蓮德洛夫有什麼弱點 我想都很明顯 還有拜利 當然啦 中司 這個賽季完結了 我猜都是 退下來的 或者是轉會 世錦回不回來就不知道 但是世錦回不回來也是做一個 専年人的位置 他也不是年輕的 所以 我們是沒有了一些 22歲的中堅 如果文莎和杜安沙比 不太能力 尤其是雙 所以如果這個 我看清楚是不是22歲 22歲 如果是22歲的中堅 又踢得不錯的話 你問我的話 2000萬磅 或者可以說到少少價 是絕對是值得買回來 等他練一年 看看能不能練到 不過當然 要看一下球探 或者問傑斯 究竟他那個能力上高是不是有 如果有的話 絕對是值得 回來的 因為買回來的 因為 都要接班 當然不會是我們一些 重點的收購 但是 我覺得有少少像James的情況 就是買回來 然後希望可以 慢慢成長 慢慢來接班 說真的大家不要搞錯 其實Daniel James 雖然 他初初 球季開始的時候 一來到 一個突然間 突然間 突然很閃亮 也踢得很好 也入了很多球 但是慢慢就看到 其實他還有很多東西 要發展 要練習和進步 所以那個 是一個 beginner's luck 即是 一一來到 很短時間的 化學作用 但是長遠來計 他們還需要很多 條件去配合 才可以真真正正在 曼元發光發亮 所以 如果這個 Rodon 如果真的有 條件 新型 也好 我覺得應該 賣回來 看看能不能慢慢訓練 Daniel James 是同樣的 其實Daniel James 是未完成 瀑磨的 寶石 希望我們慢慢 可以把他們瀑磨好 因為始終 我們在一些 當打的年齡層 球員 有那麼長的 穩困之下 都要早些 要開始 接班 在20-22歲的年齡層 都要開始想 球員 有哪些是有機會的 就給他們 這件事我都很肯定 告訴大家 我相信 蘇斯阿賊也是在想 這些事 就算 現在做領隊 是多麼容易被人解僱 我都很肯定 以我看蘇斯阿賊的訪問 或者聽他說話 他都應該 已經在想這些事 除了鞏固自己現在的實力之外 他們都會想 每一個年齡層 我們有什麼人 哪些是重心球員 我相信蘇斯阿賊一直都會有想 又再多一個原因 為何我覺得 就算他是不是適合做領隊 他絕對是 幫我們做賣人的賣手 這個位置反而是更加適合他的 如果今晚的 獨讀報章 全全曼聯 就來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 最後再說一次給大家聽 直播未完結 可以和大家聊一會 但是 錄影那裏就來到這裏 還有再說一次 我都忘了剛才開咪了 因為 有幾件事將會發生的 我現在將會把 曼迷早晨和曼聯新聞一分鐘這兩個台的節目 搬得暈一點 下星期一開始 長片神入慢慢看就會搬過去 即是搬過來這裏 曼聯新聞一分鐘這台 所以各位喜歡看長片神入的朋友 記得過來 曼聯新聞一分鐘 訂閱 最重要是按下通知小鈴 那個鈴鈴 等待 遲些長片神入 下星期一搬過來曼聯新聞一分鐘 你們都會收到通知 OK 另外 我們那個球員投票 今個星期 在曼迷早晨 下星期 我都應該會把他搬過去 這個叫曼聯新聞一分鐘那裏投票 OK 下星期就會有這幾個改變 錄音來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